讨厌柯文哲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太臭屁 明明讨厌柯文哲 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却公然在民众党中和开奖现身助政 传出过去清韩国瑜的蓝营边缘人 包含蔡正元和郭正亮在内 被列民众党不分区安全名单 蔡正元 郭正亮是不是都在名单里 文所未文 结稿前郭正亮尚未回应 不过周渔修先打回票 但也被怀疑柯文哲是想找人 方开柯罕配大门 因为前一天他才被曝 心中最想柯罕配 其实当时的招演点就是说 能不能有最大弹性去组成一个最强的组合 我当时的态度是说开放态度 但是这样 如果郭友宜他有兼职 那我觉得就政党协商 看看怎么处理 《详维新闻》贴给了韩先生 韩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哇 我吓一跳 都意思是什么 其实他已经现在目前选择好了自己的角色 他看的从来不是自己的位置 所以当有这样的发展 对他来讲 他当然是 啊本期啊 是怎样 怎么会想到这上头 证实当初想取的的确不是侯友宜 但从中撮合的没人婆 坚持代价的只有侯友宜一人 对没有这回事 然后如果提醒一下柯主席 那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是讲两位女生 那两位女生我就直接跟你说 不可能 我说我们一定是猴柯柯喉 放在头一张选票上面 我是听的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可能听的名单又不太一样 台语有这句话 一个女生 不要想要嫁个人去穿嫁 蓝白想联姻 但对象是谁 依旧没共事 静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